另外就是這個酒店 酒店來說經常有人問我 200或250元的規費是包含酒店的費用 定期一定要是旅行社交給你 其實旅行社通常有隔開朋友的酒店 但如果你自己有心水酒店 你儘早付錢就跟他說 我想要這間這間這間 他提供我安排給你 或者他說要加錢就要怎樣安排 大家聊 而你問我可以自己選哪間餐桌吃飯 那你不想呢 其實不算有太多資料 通常都是安排很差的 旅行社會寫 不過如果你有好心水的 你真的很想試一下 可能因為我介紹了 你很想去你也可以跟他談談 我告訴你我很想去哪間餐桌吃 如果他說你要另外付費用 我可能你喜歡無可付費用 那酒店的設施 因為剛才也說 這個250元的價錢 政府規定要有三星級以上的旅館 大概三星 那些旅館我們的概念 是覺得好像賓館 好像渣渣的 不過有幾個不單達式 那些旅館是一齊的 我百年前去的時候 再之前那些郵寄 就說半夜會停電 沒有熱水 那現在沒有這些事了 現在房子座很厲害的 有Wi-Fi 還有一些漂亮的新的酒店 只有房裡也有Wi-Fi 舊少許的酒店可能要用大堂 那樣 有人問過我有沒有什麼洗法 那些我就說 有你也不要用了 自己戴這個酒 有朋友問我 我想住當地人的農家可以嗎 都有些民宿的 又是 早點跟人家聊天 看看能不能安排到 Farmhouse Homestay 可以的